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 乘坐專機抵達越南河內 開始對越南進行一連兩日的國事訪問 習近平出發前在《越南人民報》發表著名文章 表示雙方要充分發揮產業互補優勢 加快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倡議 和兩狼一圈戰略的對等合作 以及妥善管控海上分歧 習近平又說雙方要加大友好合作交流 增開更多直航航班 中國將鼓勵更多中國遊客去到越南觀光旅遊 雙方也要落實兩黨兩國領導人共識 妥善管控海上分歧 共同尋找雙方都能夠接受的解決辦法 習近平又表示 中國將持續推動高質量發展 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 加快建構新發展格局 中國也會將保持周邊外交政策的延續性和穩定性 堅持與倫為善與倫為伴和睦倫 安倫富倫方針 同時賦予親誠慰容理念新的內涵 令中國式現代化更多維及周邊 共同推動亞洲現代化進程 為包括越南在內的亞洲國家提供新的發展機遇 在美國國會對烏克蘭援助協議的討論 處於停滯狀態之際 烏克蘭總統 澤連斯基受邀心到訪美 尋求更多的支持 但英國金融時報和密歇根大學羅斯商學院 聯合開展的月道調查顯示 認為美國在援助烏克蘭方面花費過多的選民 佔比數飆升至近50% 突顯出美國國內支持的脆弱性 詳情提點巴士特報評論員Antony跟我們說說 據調查的發現 48%的受訪者表示 美國為了支持烏克蘭對俄羅斯的戰爭 在軍事和財政援助方面花費太多 相比之下 只有27%的受訪者認為 華盛頓方面的支出是恰到好處 還有11%的受訪者表示 美國的支出是不足夠的 其中反對者多數是共和黨人 有高達65%的共和黨選民 認為對烏克蘭的援助支出是過多 而且持這個看法的獨立選民 大概佔了52% 而民主黨人僅僅佔了32% 幾個星期以來 拜登政府一直試圖 推動分歧嚴重的國會 通過新的國家安全資助方案 但屢屢碰壁 在10月 拜登政府提出要向國會申請 1060億美元 來對以色列、烏克蘭等盟友 提供軍事支持 其中614億美元將會提供給烏克蘭 143億美元提供給以色列 另外91.5億美元提供給加沙地帶 運用人道主義援助 在12月6日 美國參議院否決了一項 旨在為烏克蘭和以色列提供新安全援助的緊急支出法案 根據新加坡聯合組報的看法 就說這個法案遭到否決 是標誌著美國總統拜登重大的失敗 而美國也此前警告說 援助烏克蘭的資金將會在今年年底前耗盡 如果沒有美國的援助 烏克蘭的保衛之戰將會陷入停頓 目前國會議員對援污資金的規模 是越來越遲懷疑的態度 甚至支持該法案的共和黨議員 也堅持要將對援污的資金 和加強美麥邊境安全的資金混綁起來 報導說這項民調也使得支持烏克蘭的共和黨人 更難以爭取黨內反對者的支持 根據白宮10日發表的聲明說 拜登和澤連斯基在12日會面 將會討論烏克蘭面臨的緊迫需求 以及美國繼續支持基附防衛努力的至關重要性 烏克蘭方面表示 這次訪美主要的議題是包括美國和烏克蘭的防務合作 以及兩國在未來一年的協調 報導報導報導 拜登現在的連任前景仍然相當堪憂 只有17%的美國選民認為他們現在的財務狀況 比拜登上任之時更好 而33%的人表示 在拜登的領導下他們的財務狀況更差 新的民調結果顯示 通貨膨脹繼續令拜登經濟學蒙上陰影 所謂拜登經濟學是拜登想重振美國工業部門 扭轉多年來中產階級工資停滯的戰略 這麼說? 謝謝Anthony 以色列軍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在加沙的衝突持續 加沙當局表示 當地的死亡人數已經增至超過18,200人 隨著人道危機不斷惡化 以色列宣布開通兩個口案 以加快檢查送往加沙的援助物資 但是這兩個口案只用於檢查送往加沙的援助物資 火車在檢查後不能直接駛入加沙 而是要繞道經過拉法口案再進入加沙 另外以軍表示 上個月已經拘捕500名武裝分子 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表示 以軍在加沙的行動已經取得重大進展 但是以軍無意永久留在加沙 並且願意討論戰爭結束之後 條件是不會與以色列採取敵對的行為 聯合國安理會特使團前往拉法口案訪問 實地了解擴大針對加沙的人道主義行動所需要的條件 以巴衝突持續 聯合國安理會特使團前往拉法口案訪問 實地了解擴大針對加沙的人道主義行動所需要的條件 安理會正是協商一項由阿聯酋起草的決議 決議要求以巴容許使用所有通往和穿越加沙的 陸海空航線進行援助 並且在加沙建立一個由聯合國管理的援助監察機制 日本眾議院否決對落國官房長松野博一的不信任議案 受到執政自民黨安倍派在政治籌款集會上 收受回湧的相關事件影響 包括松野博一在內的安倍派多名內閣成員遭到質疑 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向國會提交對松野博一的不信任議案 有關議案得到日本維新會、國民民主黨等在野黨的支持 但在當日眾議院全體會議上被自民黨、公民黨執政聯盟以多數票否決 共同社較早時引述日本政府相關人士透露 首相岸田文雄最快會在星期四撤換松野博一等四名角料 並且會著手安排的任人選 他亦都協調撤換安倍派的五名副大臣和六名政務官 波蘭國會眾議院選出前總理陶斯克為總理負責組閣 由總理莫拉維茨基領導的政府未能通過眾議院信任投票 眾議院隨後以248票支持、201票反對的結果 選出曾經擔任歐洲理事會主席的陶斯克出任總理 陶斯克政府預計13日宣誓就職 波蘭眾議院共有460個席位 在10月舉行國會選舉中 法律和公正黨繼續保持第一大黨的地位 但未能過半數失去獨立執政的資格 回來看看本港新聞 行政長官李家超強調有約120萬名的選民投票 他對於這件事覺得很滿意 改制之後的首場區議會選舉投票率是27.54% 被問到中產地區投票的跌幅大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行政會議前回應說 這次區選成功舉行傳媒不時提及投票率 但他認為應該聚焦在選舉方案 最終產生了什麼區議員 強調將來區議員更加符合要求 新的區議會是不一樣 是有建設性、不會有破壞性 也不會以兩制排斥一國 李家超又說即使發生電子選民登記冊故障 仍然有很多選民排隊投票 他再次感謝約120萬名的選民 熱心履行公民責任 被問到今次區議會選舉投票率 是回歸之後的最低 是否反映市民對於新制度的認受性低 李家超強調有約120萬名的選民投票 他對於這件事覺得滿意 又指每次選舉都有他的特色 這次是完善地區治理體系的區議會選舉 會選出最有資格和能幹的區議員 政府公佈179名區議會委任議員名單 包括多名前區議員任期四年 由明年1月1日開始 當局指新一屆委任議員多數是中青年 所代表的社會階層 界別專業的分佈均勻 形容可以充分顯示 未來的區議會是五光十色 今次委任議員的年齡中位數是47歲 40至64歲的比例大概是81% 40歲以下委任議員約是15% 年齡最小的是23歲 所屬界別涵蓋工商、專業、基層、勞工、地區組織代表 專業分佈方面 涵蓋校長教師、律師、醫療、社工、工程測量、匯計、保險和金融服務等 政府指出少數族裔居民較多的地區委任少數族裔人士代表 協助政府聯繫少數族裔及推展少數族裔服務的工作 每日焦點新聞講到這裡